字幕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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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龍 那~~ 這個也是後面再去補拍的畫面 因為之前那個鬼滅 上面掉的部分就 如同阿龍講的一樣就是我已經有打大概6隻左右了 那就是沒有錄的情況下 那這一次的話就是剛好遇到那個 迷豆子有那個大頭零錢包 所以我們就趁現在就是補拍畫面這樣子 因為他剛好在一個我覺得 可以把他抓下來下面的地方 因為他可以補位上來這樣子 他這台的話難易度並不會說很高 你有看到裡面就是大部分迷豆子的那個娃娃 都會被大家第一手就先抓走了 因為他雖然是三鐵爪的部分 可是你看到他爪力真的是給的還蠻不錯的 你可以用微微捏起來的這樣的爪力其實都算蠻強的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是 打全包的話其實他還是算外丟拍 那還不錯 那就是緊接著準備要上槍位 然後這邊阿龍的做法是想要用一爪頂前面 然後用就是抽起來的部分 然後這個部分的話 這裡是打算就是一爪扣住迷豆子的那個額頭的部分 然後直接用抽的部分 然後這裡的話其實我應該要讓他滑進去 就是自然甩幅出來就好了 然後沒關係那我們就繼續抓 然後這裡的話有扣到 然後剛好他轉爪 然後起來剛好沒有多抓 不過這樣子也算是一個槍位了 那再來一個那個盾甩 然後看看捏捏看 然後結果你有看到他有捏到一個角角的部分 就順勢把它撥出來 那我們那個迷豆子的大頭零錢包就出來了 那我們再繼續往裡面看看有沒有什麼新的 然後這一台就是阿龍常打的那個 創傷巨物吧隔壁專門在拔娃娃的 那我就看到應該是有觀眾把它夾去死位 那可能不太會挖死位的關係 他就放在這邊了 那阿龍判斷這個拍數的話 我還是有辦法把它挖出來 因為他還算是在兩拍的合理範圍內 阿所以我們現在就是持續的調整角度 然後打斜甩 然後把迷豆子挖出來 然後這裡你看到其實我嘗試了很多次齁 其實都會被那一隻 就是左手邊那一隻 那個算夾法嘛 就算夾法那個彩虹小馬 他其實有點頂到 所以可能要想個辦法 看要不要先把它弄走 然後這裡就是選擇就是打心甩 看他能不能先丟走 然後他這一台阿一定要甩的比較大門 才有辦法 就是剛好兩拍入爪 不然就會像剛剛那樣子就是甩幅不夠 然後他就去抓到前面的小熊這樣子 然後盡可能的先把甩幅做大 然後再包他一門 這裡看到還是不夠齁 所以我們盡可能就是在甩的時候 因為娃娃機有些台子阿 他在甩的時候 當你斜甩或者是螺旋甩爪的時候 他很容易就會有線鬆的情況下 就會甩的會比平常還要再大門一點 那這裡再稍微回來撥撥看 然後這裡的話很可惜就是 基本上已經有伸進去了 如果他伸的再伸一點的話 有鹿爪這樣包起來的話 其實迷豆子是可以直接 往上抓然後帶上來的 然後這裡再嘗試看看 因為剛剛那個角度我覺得抓得還蠻不錯的 那再試試看 如果沒有辦法的話再回來挪位置 果然還是會頂到那一隻 所以還是要 可能 要嘛就是要出貨啦 不然就是把他弄走 看他怎麼丟 看他丟的位置我們再來做打算 然後先再試試看 如果不行的話 可能就要按照就是原本的方法 因為一直覺得說 只要把他拉出來的話就會好 然後這一門的話就是運氣還算蠻不錯的 就是有把他拉出來了 所以我覺得應該可以試試看 直接再把他抓 因為我想要讓他溃到那個小馬上面去 因為小馬上去的話他算是一個平台 平台的話他就會變成說 直接越上去的話會比較好抓 雖然說現在去頂到 不過這個位置剛剛好 他不是欸剛剛更正一下 他不是屬於三鐵爪的部分 他是 有一個還是有給你有爪到的部分 所以其實這樣子的話還是可以來做個利用 然後這裡其實甩的還蠻大門的 可是他剛好下爪 剛好下爪那個時候剛好轉爪 他就沒辦法 可是他把他抓到的時候 他也把他抓走了 那 還蠻不錯的啦 那我們只要想辦法把米豆子弄下來的話 應該就有機會出貨了 所以我們先左右先試一門 先把他撈過來 那運氣還算蠻不錯的 微微的往這邊移動了一下 那我覺得 只要再抓他身體的部分 慢慢的撥過來撥過來 應該等一下等他快靠近洞口的時候 我們再用斜甩處理他就可以了 然後這裡都是瞄準他的身體在抓 因為不敢抓的太大門 因為剛剛那隻小馬 你也看到就是他包的痕跡的時候 怕他就是一鼓桌就會噴到最裡面去 所以你在槍位上的時候 你寧可小心一點 你也不要就是啊 就是直接就是全包這樣子 好不容易把打好的槍位都沒有了 那這裡的話就是 剛好爪位轉過去的時候 剛好有頂抽 然後一爪剛好是有爪套的地方去 厚捏到 所以有把米豆子撥過來 那這裡的話就是 他有一個絕佳的扣點 就是在他的那個 頭的下方 也就是所謂肩膀的部分 你如果從那個地方伸進去起來的話 其實那個扣點的話 有時候會 就是造成卡帶這樣子 或者是 比較好的包覆點 他這樣子包的話 他會比較容易丟過來 就像這樣子 這裡的話還算比較前面一點 不過也沒關係 他這樣子的話 我們等一下往前一撥 他就會來到擋板附近 那這裡的話就是持續的斜甩 然後 我應該會是會使用 捏一下 然後把他撥過來 可是 就是因為他下爪的時候 剛好頂到 然後我就想說 頂到沒有入爪 就乾脆沒有按二收了 然後順次讓他下壓這樣子 那現在的位置就是像我講的 就是剛好要扣到他那個 肩膀的位置 扣到的話 一門就是會直接出了 只要他那個 不要這樣持續轉爪的話 只要扣到那個位置的話 基本上 米豆子 十至八九就一定會出 那這裡的話 就是繼續讓他斜甩就好了 只要他包到那個位置就會出了 那這裡的話 就差一點點 那我們不要放棄 差不多要出貨了 他只要一個扣點 扣對 就是米豆子 抓起來就一定會出貨了 那就繼續進去 然後這裡你看到 進去的角度 非常的 嗯 就是差一點點 就是都 因為 他沒有甩幅很大的東西 很容易被那隻小熊擋住 那 讓我們持續就是 把那個甩幅 就是慢慢的做大 然後再入爪 然後這裡的話就是 運氣就是非常的好 就是剛好已經到那個 阿龍想要的那個位置了 那米豆子就出貨了 你看到 像大的大隻非常可愛 那阿龍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那喜歡阿龍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 按訂閱 幫我分享出去喔 那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了 掰掰 拜拜